高雄氣爆事件傷亡慘重 各界善款紛紛湧入 韓國民間友台組織 首爾台北俱樂部的會長白榮基 6號拜會新任駐韓代表實定 特別捐贈近15萬元新台幣 幫助災民重建家園 首爾台北俱樂部成立14年 積極推動台韓交流合作 會長白榮基更在4月份 帥團到高雄訪查 受到市長陳菊熱情款待 得知高雄發生氣爆悲劇 讓他同感哀悼不捨 高雄氣爆事件發生以後 韓國各界非常關注 今天台北俱樂部的白會長 代表他們俱樂部的同仁 到代表部來捐獻 他個人的一些善意 但我想這是他長期 支持我們中華民國的一個表現 我在這裡代表高雄受災的 我們的同胞特別表示感謝 高雄氣爆造成至少30人死亡 300多人受傷 高雄市政府粗估災後重建金額 高達19億元 相關單位加速享休 希望盡快恢復原貌 高雄歧 高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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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場